黄晓宁连续措施三步搞收视,好口碑的经典好片,被嘲笑没眼光。 黄晓宁连续措施三步搞收视,好口碑的经典好片,被嘲笑没眼光。 最近几年,中国的影视业可谓是蓬勃发展,明星们不管是歌手、模特全都做起了演员的行当,原因无他,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钱好赚才来的,现在一部影视剧的投资起步就是赏一元,大投资,主演的人员动不动就是几百上千万的片酬,这也是很多人趋之若无的主要原因。 但也正是不管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演员的现状,才导致了如今的影视剧质量特别差,时故电视剧,电影有九部都是烂片,作为观众要看这些东西真的很无奈啊,所以小编现在已经转战从前的片子了。 而黄晓明。 黄晓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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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晓明。 黄晓明。 晓明。 黄晓明。 晓明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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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子错失两步高收市高口碑的好剧,原以为接下来的眼光能好点,但没想到黄晓明竟然这么点碑,第三次又错失了红海行动,吃瓜群众都为他心痛啊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,狼牙榜,北平无战事,红海行动这三部剧之所以能成功,还是因为主创人员胡歌,刘烈等人的功力醇厚,不敢想象要是梅宗主由黄晓明来出演,那是一番怎样的场景? 难不成又是披着披风耍啊帅?想到这儿,小编也是尝出了一口气,幸好没让黄晓明演,要是他演了,说不定就没有这三部经典好剧了,狼牙榜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记得黄晓明自己曾说过错失这些剧的原因,狼牙榜是因为没有荡妻,而北平无战事是因为身体不舒服,第三次还解释说是因为妻子杨颖怀孕了要在家陪伴。 其实是有原因还是眼光不佳,只有黄晓明自己清楚了。 关晓彤真实背景曝光,大有来头让人意外,忙有,难怪路盘会着急取。 说到国营闺女,相信不少人都会想到关晓彤。 本不怎么出名的关晓彤,由于去年陆寒公布与其的恋情,让这位二十出头的少女成了如今常常登上热搜的名号,甚至有人说关晓彤是靠陆寒活起来的。 但论起背景恐怕不少人都知之甚少。 主要是大伙儿一开始一直都不熟悉甚至不认识这个人,也没见到过啥代表作。 然而好像突然某一天开始就上热搜,上春晚,国营闺女,逆天美腿,美女学霸等的扑面而来,没有一点过渡期,好像自从和陆寒公布恋情就突如其赖了。 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是我女朋友,陆寒公布恋情,让万众瞩目的陆寒看上的女孩肯定不一般,两人通过合作甜蜜暴击定情,两人在当今的娱乐圈都是重量级的存在,毫不夸张地说,两人随便搞点事情,都可以包揽热搜迪三天三夜。 为什么说两人都是重量级的角色,陆寒就不用说了,关晓彤的背景可就不一般了,从她当上童星以来就与娱乐圈的孙洪蕾,王志文,张家泽许多这样的大咖合作过。 几乎大半娱乐圈的名人都认识,其实这些都和她的绅士脱不开关系。 北京秦书的创始人关学层老年假是关晓彤的亲爷爷,与老社齐名,和六小林同拜过爸子,说实话她爷爷老年假为他们一家给足了资源,老爸老妈都是演员都出演过不少的影视作品,当然关晓彤都高至今她自己的努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 四岁就出道的关晓彤不仅有着精湛的演技,出席微博之夜的她身形也非常好,上尾的丰满丝毫看不出是二十岁的她,而小编无意中也有看到她微博分享的小技巧,也难怪在任何衣服下都掩饰不住优雅多姿的身段。 不得不说陆寒的眼光也是不错的。 话说回来有很多人自从关晓彤陆寒,宣布恋情就开始对关晓彤转黑了。 小编不明白的是这种演技出众作品众多,也没有什么绯闻的她为什么会被那么多人招黑。 两人的恋情也好,买热搜也好,抢主角也好这都是她的自由不是吗? 其实关晓通常的漂不漂亮,不可否认,她长得很有辨识度不是吗? 单从外表上来看,是符合娱乐圈标准,总比那些清迷色的网红脸盛行娱乐圈要好吧。 她的陆演员是因为她演技作品都不行,不过她才20多,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,我们还是要对这样的青年演员给予一些期待的。 提问,你喜欢关晓彤吗?你觉得她和陆寒配吗?